大家好,我今天汇报的是一个是目前的一个系统演示 当我们进入这个系统之后,我们会看到左右两侧 左侧这个是对于医生的一个图谱的展示流程 右侧是患者的一个展示界面 当对话开始进行之前 医生和患者初次见面的时候 他们对对方都会有一个初步的认知 我们将他们之间的大致情况进行了一个描述 在这里进行了展示 当患者初次见到医生的时候 就会对医生感觉医生会是某方面的专家 当医生看到患者之后 他会看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情况 比如说胳膊上有红疤 还有其他的外在症状 之后对于这部分我们是展示了 将他们映射为了DHKWP图谱 分别详细的展示了他们的一个对对方的初步的一个认知的过程 之后就是开始正式的进行医患之间的对话 就是我们选择选择这个DHKWP认知这个按钮 就会看到患者和医生他们的一些更加详细的一些DHKWP图 这个是医生内部的对于患者的一个认知 还有对于自己这个领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认知 还有对于期待患者的一些描述的一些认知 我们将它整合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图图 整合到了一块儿 患者方面就是患者对于医生的一个认知 还有患者对于自己的一个疾病的认知 在这个过程中 当医生和患者进行对话时 当医生收到患者的对话 他就会根据患者对话这句话的一个意图 进行在自己的一个内部的DHKWP图图中进行 意图为驱动进行检索出 检索出一些数据知识 信息知识 智慧知识 进行组织自己的语言 给出对于患者的一个回答 就像当我们点击患者第一句话后 就相当于医生接受了患者的话 我们系统会利用这个意图进行检索出 医生对于自己内部的一个大致的语言组织的过程 这样会展示成这样 对于当患者看到这个画面之后 就会明白医生为什么会说出 会回答出这样一句话 就为什么会说出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 这样的疑问 就当患者接受到医生的一个 这个问题之后 他也会在自己的内部DHKWP里面 进行一个搜索组织语言 跟自己的一些症状进行对比 组织出下面一句回答 当我们点击这个对话之后 就会展示出他的一个详细的DHKWP 当医生看到这个展示的界面之后 就会明白患者的一个回答 这句话回答的一个意图 还有一些他需要的数据 在这样一个 以语图为驱动的交互展示过程中 医生和患者的问诊过程就是一个透明的 大家都互相理解大家的一个意图 就在整个过程中 他们医生的内部DHKWP 还有患者的内部DHKWP都会在不断的进行增多或者修减 就是达到一个更适用于对方的一个DHKWP 在下一步的进展中我们将考虑将对于修减后的内部DHKWP 将根据他们的意图搜索到相应的一个患者的语言表达 或者医生的一个表达内容 用意图给他们相互对应上 就大致演示就是这样 我把汇报结束 这个组织 我需要那么多的 我可以解讯IF